世界历史,马可波罗游记似乎注意到宫廷 空间还保留着蒙元王朝的游牧民族特性 上树两墙之间有一极美的草原 其中种植着魅力的果树 不少兽类,山羊松鼠繁殖其中 形势甚美而种类甚多 所以除往来人所经道之外 别无余地 就在描绘了南充最根路的万岁山 条中所谓的山之东为林园 其寿真情在焉 亦与颇为香火 大都城中有一座钟楼 马可波罗游记详细描绘了这座钟楼 提到了当时实行严厉的宵禁制度 城中央有一极大的宫殿 中悬一大钟一口 夜间若民中山下 里面养几十块 大钟 穿 并 不在